押緊磨好的豆子裝上機器 充好一杯香濃咖啡 再打個奶泡 化朵拉花 就大功告成 这位动作熟练的咖啡师 有个不同于常人的身份 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 我二十四十七岁 也很用于我的心态 知道两岁就没有浪费 我可以在这里进行增加 伦敦郊区的爱尔斯伯利监狱 是全国最恶名昭彰的青年监狱 四百多名囚犯中 有七十人被判无期徒刑 为了帮助这些年轻人再站起来 司法部与业者合作成立 第一个开在监狱 雇佣和训练更生人的咖啡企业 特别的咖啡是一个很年轻的区域 所以人们不太担心 对你的背景 是比方和犯罪纪录像 他有美好的客户服务 和美好的咖啡功能 去找工作 不仅仅是学习 烹饪和煮好咖啡 而是其他联益的联益 是其他联益的联益 就是参与联益 团联益 也造成国家严重损失 就熟咖啡店的创办人说 这项计划就是要改变这个社会问题 如果一个犯罪人到一个联益 就会比其他联益更多的联益 因为他们必须 更生人生活有目标 大幅降低回到监狱的可能 就像小小咖啡杯上 两个二形成的钥匙孔 象征他们开启 走向光明生活的大门 大海新闻 郑玉璇编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